本港地區今日正日預測 吹強風至裂風程度的東南風 多雲有狂風驟雨 早上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介乎25至29度 展望隨後兩天有雨 8日熱帶氣旋警告現證生效 天文學錄得現時氣溫27度 傷力濕度93% 接著在浙南海域天理報告 警報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暴風 香港鄰近海域及沙堤以南吹裂風 南澳以南及海南渡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理開放在晚上11點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北位21.7度 動径1月3.3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95公里 預料天鵝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大約10公里 移向珠江口以西海岸 24小時內各區天理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最東南風7至8級間中9級 有狂風罩及雷暴 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 其後48小時天理展望 吹西南風5至6級 有凌散狂風罩及雷暴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上午一時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 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約130公里 即是北位21.7度 東京113.1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0公里 移向珠江口以西海岸 在過去一小時 昂平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1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805公里 和61公里 在過去數小時 天鵝採取一個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 逐漸遠離本港 但是預料短期內 本港仍會受到天鵝的裂風影響 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 仍需維持數小時 有關最新天氣的消息 請留意電台或電視台 在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和60分的廣播 或瀏覽香港天文台網頁 有關風暴消息 報告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凌晨1點01分 現在又將請負德捷新聞 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仍然生效 強烈以帶風暴天鵝在過去幾個小時 以偏西的途徑移動 正逐漸遠離本港 但天鵝仍然會為本港帶來裂風 所以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 仍然會維持幾個小時 鐵文台高級科學主任 陳積祥講述風暴的最新情況 8號裂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在過去幾小時 強烈帶風暴天鵝 採取一個較為偏西的移動方向 逐漸遠離香港 但天鵝的雨帶 仍然會是今早為香港帶來狂風驟雨 而這些驟雨在早上的雨勢有時頗大 天鵝仍然會為香港短期之內帶來裂風 所以預料8號訊號會維持幾個小時 在晚上11點半至凌晨12點半 香港天文台錄得昂平、長洲及環南島的最高持續風速 分別是每個小時71、54及51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5、61及58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上午2點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 約140公里 即北緯21.7度、東京113.0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0公里 略過廣東西部沿岸地區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天鵝會逐漸遠離本港 當確定本港不再受烈風威脅時 天文台會考慮改發較低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在過去一小時 岸平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 為每小時72及55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12及67公里 有關最新天氣消息 請留意本台每小時的15分、30分、45分和60分的廣播 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凌晨2點正 現在有《珍聲》報道一節新聞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仍然生效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正遠離本港 天文台表示當天鵝的烈風不再威脅本港 天文台會考慮改發較低的警告訊號 但天鵝的雨帶今天會為本港帶來大雨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陳積祥 港術風暴的最新情況 在過去一小時強烈帶風暴天鵝逐漸遠離本港 當它的烈風不再威脅本港的時候 天文台會考慮改發較低的警告訊號 但它的雨帶會在今天繼續為香港帶來狂風驟雨 而這些驟雨在早上雨勢有時頗大 在晚上12時半至1時半 天文台綠德昂平長洲及環南島的最高持續風速 分別是每小時72、55及47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112、67及51公里 天氣方面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吹強風程度的東南風 初時間中吹烈風、多雲有狂風驟雨 早上雨勢有時頗大 液溫介乎25至29度 指望長寮後兩天有雨 8日熱帶氣旋警告現證生效 現時氣溫27度 相對濕度91%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日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上午3時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 約150公里 即北位21.7度 東京112.9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0公里 略過廣東西部漁岸地區 在過去數小時 天鵝繼續移離本港 天文台正考慮在短期之內 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過去1小時 昂平及長洲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1和55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為每小時102和68公里 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原證生效 在過去數小時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 繼續逐漸遠離本港 香港的風力也逐漸減弱 在長洲已經露不到列風 但在高地例如昂平 仍然是有列風的 天文台會考慮在短期內 改發3號強風訊號 但是天鵝的雨帶 仍然會為本港帶來強風驟雨 而較為受影響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西南邊 在過去幾小時 在大嶼山是錄得超過15毫米的雨量的 在晚上的1點半至2點半 天文台錄得昂平 長洲及環南島的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 71、55及51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02、68及60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3號強風訊號已經在上午3點40分發出 取代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3號強風訊號已經在上午3點40分發出 取代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天文台在凌晨3點4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強烈熱帶風暴天鵝繼續移離本港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 略國廣東西部漁岸地區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陳積祥提醒市民 本港南部仍然出強風 高地初時仍然有裂風 不要鬆懈預防措施 3號強風訊號會維持1至2小時 天文台在3點4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過去幾小時強於帶風暴天鵝 採取一個偏西方向移動 逐漸遠離本港 但是天文台提醒市民 香港的南部仍然有強風 而在高地初時仍然會有裂風 所以市民切密鬆懈預防措施 按照現時的途徑 預料3號強風訊號會維持1至2小時 天鵝的雨帶會繼續為香港帶來狂風驟雨 較為受影響的地區就是香港的西南部 在過去幾小時在大嶼山 是錄得超過15毫米的雨量的 在清晨的2點半至3點半 天文台錄得昂平 長洲及橫蘭島的最高持續風速 大約是每個小時62、52及45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個小時 1803、59、59及51公里